我们知道,经过多年的卧薪长胆,如今的中国军工终于拿复兴时刻,重度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一个个黑科技也不断涌现,军工科技强势爆发,可谓已成一种新常态。 比如中国比赛航空航天、国产航母、耿燃兵、耐死军备、超级计算机、电磁炮、高超音速武器、先进战机等重大军工科技领域凭获快速突破。 而说到先进战机,那歼20,轰20一定最受关注。 我们知道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都显有关于轰20的官方报道,这是一只若隐若现,掉足了不少居民们的胃口。 可为何轰20关注度这么高,用专家的话可以概括位? 要说歼20是串门的,那轰20那就是洗地的。 不过目前,国内有关轰20的官方消息,也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先是前段时间,环球网曾有消息报道,中国官方开始提起空军的未来轰架机,并且央视还对轰架机研发团队的核心负责人做了公开报道。 不过这次更豪气,更自信,和盛强说,我们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各类系统,扩展武器品种。 未来轰架机一定是一流军队的要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未来轰架机,相信未来轰架机的作战模式,的设计和技术标准,一定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应该是引领者。 同时,8月17日,央视还披露,以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成功验证美国B-21关键技术或成型轰炸机重要职称。 央视报道着,中国商飞日前公开发布消息称,目前中国第二代一身融合布局缩币验证机已成功首飞。 我们知道,一身融合技术是一种设计理念,而这种设计理念是目前世界上被公认的最理想的为了战略轰炸机的构型。 对此,不少真实观察人士认为,仅段时间以来,央视乞讨,空军发布,央视新闻等军方媒体连续多次高密度报道有关中国空军轰炸机最精锐部队,以及相关验证实验的消息。 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种种迹象或表明,我们离未来轰炸机的真正面试已越来越近,让人欢欣鼓舞。 对此,去环球网18日报道,美五角大楼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关注,并认为,中国正在发展跃程空中核打击力量,会将核导弹装大轰炸机上,整向自己的作战发来,一步步的扩展到太平洋。 美军担忧在太平洋的装备及核心利益,无疑会受到阻力,挑战甚至威胁。 可是话说回来,在中国战略空军的作战半径之内,有那么多国家,他们怎么就没有担心,偏偏美军的太平洋基地,就感受到所谓的威胁了呢? 其实不用多说,这是在清晰不过的逻辑,能战风能止战,有实力才敢求和平,强手才是底气。 所以最后还是要为日益强大的祖国,也为所有军工科研人员致敬,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使得如今的中国有了这样的底气以及自信。 正所谓,未来路还长,只不定谁张狂。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